大家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的视频呢 是非常多人敲碗很久想要听的 如何打造Maincentry Modern 中文应该就是中世纪的现代风格 今天的视频的话 主要会跟大家来分几个部分探讨 第一个就是 到底什么才是MGM风格 第二个部分就是 持操性的打造的方法 那最后一部分就是 我们去选购家具时候 应该要注意什么 以及我们需要避开的一些消费陷阱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内容 首先第一部分就是 什么是MGM风格 那我觉得非常有必要 需要跟大家非常快速的讲一讲 它的一个历史的属性 毕竟我也不是什么老师 所以我肯定不会跟大家讲的 非常的枯燥 但是我觉得了解一下 它的历史还是蛮有必要的 因为它这个风格的兴起 其实是在二战以后 就是二十世纪中期的时候 那个时候因为是二战之后 所以它这个风格 MGM风格的诞生呢 受到很大一部分经济繁荣 跟技术进步的一个影响 那时期的设计师呢 就更加会追求一些比较简洁 然后大胆的一些设计方向 所以这个modern对于当时来讲的话 是属于当时一个modern 当时的现代风格 就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所谓的一个modern的话 就是更加强调一个简洁性功能性 没有那种多于装饰的一种美学 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 那个时候因为是二战刚刚结束嘛 然后经济各方面都是非常繁荣发展的 那个时候 其实大家的fashion就是时装方面 也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的 简单来讲可能女装的裙子 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变短 衣服开始慢慢的宽松起来 就是人整个松弛态度 我觉得慢慢的起来了 然后男装的话也是裤子的话 慢慢的变得更加的修身 很多服装都往修协的服装开始转变 衣服的话 它其实也引进了很多的新型的材料 所以家具这一块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的 MCM风格跟当时的时尚 我觉得是有一点相关性的 这其实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个社会 对于这种舒适度 更加的重视起来了嘛 那个时候比较有代表性人物的 可能就是马里联梦露 大利贺本这样子的一个人物 大家也比较熟悉有概念 当时的时装品牌的话 可以说是chanel或是Dior 都是那个时候开始兴起的 所以整个社会的背景 跟这些时尚美学相关的东西 其实跟当时的室内设计风格 也都是有所关联的 也可以更加好的帮大家 去对MCM风格 有一个大概的脑子里的框架 那什么是MCM风格呢 就要说到它的一个 比较常见的室内设计上的一些特点 首先我觉得最直接直观的 就是MCM风格 它比较偏向于简洁的一些线条 没有那种多余的装饰的 更加的注重一个功能性 跟美学的一个结合 也很符合当时的一个社会的背景嘛 大家都跟注重舒适度 那放到室内设计上 就是功能性更加得到了重视 然后的话呢 它的材料大部分用的也是 自然的材料为主 木头啊玻璃啊金属材质等等的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 而且它的颜色也相对来讲 蛮大的 基本上我们常见的可能是 中性色调为主 然后突然会有一些彩色 在这种MCM风格中出现 这也是它比较我觉得有代表性的几个点 那我们如何来打造MCM风格呢 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东西 因为Messentry Modern它不像其他的风格 你能够有一些特点是你一眼能够抓到的 比如打个比方像乡村风格 你可能通过碎花 你就能够一眼辨识出来 这个风格它其实是往乡村方向靠的 那Messentry Modern它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 你可能难度也比其他的要高一点 所以呢我尽量给大家总结了一些 我觉得普通人是有一些参照性的做法呢 其实MCM风格的话 有一个捷径 就是如果你的预算够的话 你去买一些当时很有名的设计师的家具 你就能一下子让你的风格 归到这个MCM品类里面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家具的话 不管你是买二手还是买全新的 它的价格都是会让人望而却的那种 那如果大部分人 它的预算不允许你去买这种家具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那其实就像刚刚讲的MCM风格的话 但是它注重功能性 还有一个就是它偏向于自然 一个我觉得就是你要把控好你这个木头 就是木质家具出现的一个比例 大部分的MCM风格你可以看到一眼过去 就是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木质的东西 我们在选择家具的时候 尽量百分之八十的去选择这种 偏这种中性色调木头颜色的家具 然后剩余的部分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材质玻璃啊 金属啊来进行一个点缀 如果你现在已经还在硬装的阶段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看看在你的墙壁啊 或者是甚至天花板都做一些木头的这种装饰 对你要做MCM风格来讲是有个非常大的帮助 第二个的话你尽量的做减法 尽量的从手开始入手 你简洁为你的出发点 你不要去选过多的这种复杂的设计 家具各方面都往简洁的方向去靠 然后慢慢的我觉得你在打造你这个空间的过程中 你其实自己是会悟出一点的 你看的越多你慢慢就会知道了嘛 包括布局啊各方面啊都以简洁干净为出发点 除了家具以外其他的一些小的物件 比如你这种毛毯啊窗帘啊这种布衣相关的东西 都去尽量选择自然的材料 比如亚麻啊等等这种布料 冬天的话你可以选择那种毛绒感强一点的 暴震啊低碳啊 这些也是常常我们在Messentry Modern中间 可以看到的一些装饰品 第三个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我们如何去选购Messentry Modern风格的家具 首先第一个我很想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 现在市面上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零售商 它都打着MCM的企号 它已经被泛滥的应用到很多种 零售商的广告词汇当中了 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对来讲 也带有流量的词 所以你要擦亮眼睛 要分清楚到底哪些是Messentry Modern 哪些是假的 Wayfair上面你可以看到好多 你搜一搜这种跟Messentry Modern风格 八开子打不到一招的这种家具 它都是说我自己是MCM风格 所以你千万不要上这种的档 首先你第一个要选择靠谱的零售商 这边比较常见的像Design Within Reach 它是比较知名的吧 我觉得很多你这种设计师家具都可以去那边买的 但是它的价格相对来讲也比较高 除此之外你刚才比较大一点的零售商 像Wassel嘛 Credit and Barrel这种也相对靠谱一点 除了他们这些比较信得过的零售商以外 其他的像Wayfair这种的 你就真的是要擦亮眼睛好好辨别的 不是说那边没有好的东西 一定是有的 只是说你要有足够的辨别力 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Messentry Modern它的风格很注重材质嘛 所以你在买这些家具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清楚你这个家具的材质 是不是高质量的这种木头的材质 以及它的工艺的精细程度 它的做工啊各方面 我觉得都是你需要考量的一个点 还有的话就是MCM风格 一些非常知名的设计师的家具呢 其实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很多的这种 我觉得它不能算是假冒瓶 它顶多你可以讲它是一个仿制品嘛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 很多设计师它的版权呢 在他们过世之后 可能70年它就已经失效了 所以他们的设计就开放给了 大部分的制造商都可以去获得 导致他们都可以去生产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吧 我觉得每个人的对这个东西的判断不一样 这是一个比较个人比较主观的一个问题 无论你是去买这种仿制品 还是你去买当时设计师授权的那种 经销商出来的家具 这个我觉得都没有必要去多做的评论 但是你要注意就是 不要去买假冒瓶 假冒瓶就是它没有这个设计 它整个东西货不对白 这个是千万不要去买的 无论你最后选择哪种家具 请一定要注意这个家具 它本身的一个质量 就不要去为了买这个设计 而去选择一个质量非常差的 一个假冒瓶等等的 这个我觉得是有点本末倒置的做法 包括现在二手市场也是比较混乱的 如果你真的是去二手市场买一个 当时的vintage的家具的话呢 一定要注意去看一下 这个设计师当时一些防伪的标识等等 不要花了很大的价钱 买回来一个假货也没有意义吧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 感谢你的收看了 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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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